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y 我是Ricky的沙发 上一集说到秋天的护肤方法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秋天护卧活动时候的妆容 化妆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用上CC Cream 对于第一次化妆的男生来说 CC Cream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它可以很快均匀到肤色的 我们可以用中指 塗上 在面上凸出来的位置 轻轻打圈塗一层 出来的效果就很自然 而且近看也不觉得化妆 第二步我们可以做上遮瑕 今次会用上Mac的遮瑕液 質地比较薄 我们可以直接塗上黑眼圈下面 这个位置和眼角的位置 之后我们可以用手指 轻轻印开它 另外也可以在暗瘡位置 轻轻点上 也是用手指轻轻印开 效果就很自然 眉型方面我们可以用上灰色的 SURUMA眉筆 只需要在眉尾的位置 我们可以画得深色一点 特别可以画一个尖端 而眉头的位置 我们可以轻轻向前度翻开 这支眉筆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画的时候它会比较浅色一点 对于操学者来说 非常之容易控制 如果你想令到它深色一点的话 尝非要画多几分就可以做到效果 去顾外活动当然不用化农妆 眼妆方面最重要 看上去精神就可以了 今次我会用上这支粉色的眼线筆 只要在眼尾的位置 我们先画上半条的内眼线 由尾开始画上前 看上去的眼睛就很精神了 由于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 为了避免它户外活动的时间 妆容很容易干或者很容易浮 我们就可以噴上SURUMA定妆屏幕 它可以做到保湿和定妆的效果 因为我们都不会用到处理 我会用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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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的妆容不需要太繁复 简单单 只要精神就可以了 下一集我们将会讲一下 NB Awesome 的发型 也不记得要留意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走啦